現在世界上的鋰電池已經變成是一個國安問題 已經世界的戰略了 戰術問題 而且可能會影響到每個國家 所以法國這一次 其實真的是對他非常的禮遇 兩度法國總統都見他 而且盛讚他 而且法國是真的全力要 好像要支持他 去在法國投資一個高達20GW小時的電池廠 然後投資金額要50億歐元 所以是讓法國可以投資一千七百億的男人 那他名字應該叫楊詩南是這樣唸 那我們是上禮拜獨家專訪到他 他這次要特別跟我們澄清一件事情 他是道地的臺灣公司 所以那時候翻譯是錯了 我們是一家國際公司 不是我們已經不是臺灣公司了 這件事情還要分得清楚 不過要訪問這家公司 其實還蠻辛苦的 手機要先鎖在置物櫃裡面 所以你不可以帶手機進去 接下來你的說 你願意現場採訪要不要拿筆電 所以筆電的鏡頭也要封住 然後攝影器材所有的攝影器材 全部都要經過檢查 然後哪些地方能拍才能拍 所以現場其實這樣嚴密的保密防碟 商業機密 千萬不可外流這樣 對 為什麼 為什麼這麼慎重 是因為他在固態電池這塊 確實跑得很前面 為什麼馬克宏兩次要見他 然後喊出五十億歐元這件事情 我們剛剛看我們特別找來的畫面 他在演講的時候 馬克宏站在旁邊聽 很乖 乖巧 聽他講話 對 因為我們來看這張表 就可以看得出來 灰冷的固態鋰電池這一塊 他其實在二零二三年的時候 就會量產到兩幾個瓦小時 那他的股東其實有賓士 越南的叫越快的一個新的新創公司 還有普向鋼鐵還有軟體銀行 這些他其實跑在多前面 你知道嗎 如果是美國的量子的話 其實在二零二六年 這比爾蓋斯他們投資的 也要二零二六年才會有 一幾個瓦小時 那另外一家當然有本田通用這個是 號稱是二零二四年 那即便是中國的寧德時代 也要到二零三年才會量產 所以臺灣這家公司確實 如果在量產速度上 確實是跑到最前面的 全球第一 對 如果再講到法國的話 法國選擇法國 他有沒有回答我們 因為法國是一個核電國家 也妙了 法國核電這麼高 他也是要需要 鋰電池這個戰略材料 因為未來是除電跟電通車必要的一個材料 所以法國才會全力支持他 所以才選擇到北東克爾克 這個大撤退那個地方 其實他是一個港口跟石化基地 所以特別適合去發展這個 所謂的固態鋰電池這個產品 所以變成是他跑最快 可是我們看到下一頁 就再來講講這家公司 這個就是他的所謂的固態電池 固態電池很厲害的地方 他是可以彎曲的 這個是電池 對 就是他的薄膜電池 然後兩邊接盪電燈 接盪電燈把它剪掉 還能繼續發電 那這個電池 你看他的體重量 比特斯拉的電池還要少三成 然後體積少五成 也代表說他空間跟重量 會越來越少 那這個技術從哪裡來 我們就跟這個灰 灰能的創辦 其實是有關係的 他最早從臺大材料所畢業之後 第一家公司叫蓮友光電 大家應該知道 沒有知道 沒有人知道叫蓮友光電 家公司 他其實做TFT LCD 就是現在的友達 友達就蓮友加達基 兩千年的事情 然後接下來 他又到另外一家公司 叫臺灣超能源 那兩千年之後 在臺灣有成立一家聚合世界 各國一流科學家 然後要做的是聚合物的 鋰電池 那時候股東還有林百里這些人 結果四年燒了四十億就燒光 燒光了 所以這家公司就倒了 後來他又跑到另外一個公司 就是真頂的前身 鴻海集團 做的是軟性電路版 所以他具備了三個條件 第一個他會做TFT LCD的貼合技術 第二個他非常懂 所謂的軟性可勞取的技術 因為那時候鴻海的真頂的前身 其實是做軟性電路版的 接下來他會做超聚合物 又是臺大財化所 所以才會做出這樣的聚合物的固態電池 因為把鋰電池 一固態化之後 他可以比較安全性 不過這裡還是要我們採訪現場 說我們也測訪很多人 他的量產還不夠大 兩率多少也不知道 而且這場固態電池之爭 其實是燒錢跟資源跟規格之戰 所以這是專業投資人需要才能懂的事情 我這也是介紹這家公司 各位可千萬不能亂投入說 我們在這個節目講說他很厲害 真的是一場燒錢跟規模戰爭 這是全世界都要主打的戰爭 現在大家全球都在燒錢 對不對 看誰撐得久 能不能走下去 可以找到技術的突破 對 所以我這裡還是要保守 是臺灣這關沒有錯 但是這場戰爭非常的硬 而且非常強硬